Hello,大家好,本期视频来分享一道腌萝卜的做法 腌萝卜是一道风味小菜,诀窍在于把握好腌制的时间和选料 这里用到的是青皮萝卜洗干净后切成厚片 再切成筷子一样粗的条状 然后再装进大盆里 加入适量的盐,抓匀腌制两小时左右 要腌制到萝卜完全变软出水 把红辣椒去纸,切成丝备用 中途来把腌的萝卜拌一拌,腌得更透 再挤掉多余的水分 再把萝卜用清水洗干净,多洗几遍 洗干净后挤掉水分,放进大碗中 再调入红椒丝和姜蒜末 还有花椒粉和鸡精 再撒上辣椒粉,调入食盐和白糖 最后淋入酱油和盛醋 再戴上手套用手抓拌均匀入味 再装进密封罐中保存 建议七天内吃完哦 味道有些麻辣,每一口都嘎嘣脆 绝对是一道令你食欲大开的家常小菜 赶快去做吧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